做这个频道一年半以来 我的视频效果从最初的画面单调乏味 一路升级到了今天的这套趋于稳定的视频拍摄方案 无论是曝光的方法还是相机的设置 今天咱们就来一个一锅端 详细的聊一聊 我经过长期不断的尝试 摸索出来的这么一套自拍方案 如果您正准备投身自媒体 或者是线上课程这类的视频制作 千万别错过这期内容 带您看一看我平时是如何拍摄自己的 目前我整个的工作区域大约有6平米 其实可能比这个还要小 所以说想要拍出好的效果 其实不需要很大的空间的 最重要的是合理的利用家里的角落 首先您一定要找一个有纵深的空间 也就利用很长的这段距离 而不是横向的距离 这样可以为画面带来更多的层次感 人物和背景之间拉开一段距离 再加上墙和桌子的纵深感 让视觉上更有张力 如果我把相机放到这边面冲相机 很显然我的背景空间感就会下降了 而我背后的这些布置也会显得不够丰富 而且墙面和金块都会出现反光 今天4月我为了改善一下自己久坐的坏习惯 想要改成站着办公 所以我就把电脑从这边移到我身后更高的这张桌子上了 反而拍出来比以前的效果要更好看了 背景的内容也显得更加丰富 比以前这个黑色打印机放在那要好看多了 这也更加说明背景的重要性 电脑屏幕也增加了背景区域的亮度 而且时不时还能按心情换个壁纸 您看同样的空间只是相机的位置不同 您的视频就可以从2D变为3D 更有立体感了 拍视频最重要的呢就是人物的面光了 我目前使用的是永诺的Lux160 这个柔光箱和它的格子都是这个灯自带的 不需要再单独购买了 有了这些设备呢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柔光效果了 这样呢人脸看起来不会觉得特别的油腻 否则呢高光点就会很容易过曝 那这个柔光箱呢其实它有三层柔光 才达到了现在的这个效果 最外边呢这层格子 然后里边呢有一层柔光布 其实最里边呢打开之后 您可以看到还有一层柔光布 所以才能有现在这么柔的一个效果 圆形的这个柔光箱啊 作为人物的面光呢是最合适的 因为眼睛里呢可以拍出来一个圆形的亮点 这样呢显得眼睛啊就更有神了 这个灯呢它非常适合自拍 因为它的控制面板是可以拆下来的 当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的APP去控制它 坐在这呢不动我就可以去控制这个灯的亮度 等等一些调节 省去了我每次都要跑来跑去去调整这个灯的麻烦 那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静音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呢 虽然这个灯的亮度会有一些折损 不能使用它百分百的亮度了 但是啊就我这么大的空间 平时也就只用到了这个灯百分之六十的亮度 所以呢刚好在这个静音模式的范围内 这样呢在录视频的时候啊 是完全听不到这个灯有噪音的 这个面光呢作为主灯光 我平时就放在这个相机的旁边 高度呢调节到云脸可以呈45度角 这个呢是我找到的一个最好的自拍的曝光位置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座位和身高呢去进行微调 反正呢这个灯也是可以自由的调节角度的 灯架呢我用的就是很普通的折叠灯架 平时不用的时候啊可以收起来也不沾地儿 这个永诺的LUX160的灯呢 是我现在所使用的所有灯里边啊 最贵的一个投资 但是呢这个价格是包含所有的配件的 就算是一个打包件吧 您所看到的灯和肉光箱 还有一个外拍用的包 电源和电源包 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 所以这么算下来的话呢还是很划算的 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一款主光灯了 除了人物的面光呢我发现背景光啊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呢用的是LED的灯带 它的价格呢其实非常的便宜 长度啊刚好可以绕着我这个桌子和墙上的这个相框 并且呢它的亮度非常的高 比我原来用的小LED灯呢可亮太多了 而且啊它可以调节不同的颜色和模式 背景光呢在视频的整体色调上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是花很少的钱就能让您的视频效果有质的飞跃 为了点缀这个背景光线啊让颜色变得丰富一点 我呢还加了这么一盏红色的灯 这个小LED灯呢在之前的视频里边我其实也介绍过 平时呢我其实是用它来拍摄Vlog补充一些面光 到了拍视频的时候呢就把它放在这儿拿来做背景光 支撑它的啊其实是一个麦克风的支架 这样呢会很方便的来调节它的角度和高度 用的时候呢把它拉出来 平时呢就可以把它放到一边收回去 由于空间的限制呢并且啊相机还不能距离自己太远了 不然操作起来就不方便了 我呢平时会连接这么一根快门线 这样呢我坐在相机前就可以方便的按下快门开始拍摄了 相机呢就放置在我正前方大约一米处的桌子边上 使用这个三角架来支撑它 相机的前面呢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提磁器 您呢要是也想做一个的话 可以看看我之前发过的那个DIY的视频 在提磁器的下面呢是一个大力夹卡在桌子边上 这样呢配备一个灯架用的热靴转接座 因为我呀给这个提磁器下面呢做了这么一个冷靴的卡口 这样每次呢可以快拆 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收起来了 我呢平时用的是大约27毫米的镜头焦段 那由于提磁器它的范围限制啊 相机的焦段不能用太广会有这个黑边 况且呢广角端拍出来的人啊其实也不好看 我呢推荐您使用这个富士23到35之间的焦段 也就是等效焦距全画幅的35到50之间的镜头 这样呢拍摄出来的人看起来呀会比较的自然 环境呢也会带的少一些这样呢不容易显得特别的杂乱 并且层次感要显得更好 在录制视频方面呢我平时使用的是富士XT3的相机来拍摄 比我之前的画质呢要提升了很多 我呀使用的是镜头的F2.8光圈 这样呢背景虚化的效果会更好 可以突出前面的人物 ISO呢我使用的是1000几乎没有什么噪点 再高点啊就不好说了 我平时拍摄呢使用24帧率的视频 所以快门速度的设置呢应该为帧率的两倍 也就是五十分之一秒 这些参数呢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微调 但是自拍的时候最关键的其实是对焦模式 这个如果您选不对的话就会出现大家说的抽搐和拉风箱的现象 所以一定要切记选择这个AF-C的持续对焦模式 在相机内打开人脸和人眼识别 这也是为什么呀当我展示产品的时候 相机可以快速的切换到产品 因为只要画面当中没有眼睛 相机呢就会默认自动对焦到最近的物体上 在收声设备上呢其实是有挺多选择的 我呢所居住的这个环境噪音比较的多 临街并且呢还有地铁 偶尔啊还会有直升飞机会飞过 所以呢我选择使用这种无线麦克风 因为它呢可以距离我更近一点 比那种机顶麦克风呢效果要好很多 可以减少环境的噪音 在这里边啊我想要特别聊一聊 一托一和一托二这两种版本的麦克风 您该如何去选择 一托一的版本呢是只有一个接收器和一个麦克风 如果您的频道只有您自己 那么购买这个版本就够了 但是如果您的视频内容会出现两个人对话 例如访谈或者是出去外拍的时候 会有其他人说话的声音 您也想录进来 那么您就得买这个一托二的版本了 自己带一个拿着给对方一个 这个一托二的无线麦克风呢 其实如果您是一个人用啊 它也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如果一个没电了 还能用另外一个实现无间断的录制 我手里的这个蒙马拉克150啊 就是一款超级特别的无线麦克风 它的麦克风体积特别的小不说 它这个盒子呢居然是一个充电站 本身呢它就自带电源 当您这个麦克风用完之后就把它装回去 这样出发在路上的时候呢 这个盒子就会自动为所有的设备进行充电 到达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 哎这个电池就已经都充满了 接着用 是不是特别的实用 这个盒子呢不仅解决了麦克风的收纳问题 平时充电的时候啊 您只需要把电源插在这个盒子上 就可以同时为盒子和所有的设备充电了 真的是太方便了 这个盒子里的电源呢 可以为所有的设备充2.5次 绝对足够使用一整天了 还有一个设计的细节啊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麦克风这个防风毛衣在外拍的时候呢 特别容易丢 而蒙马拉克150的麦克风就设计了这么一个防丢模式 不容易脱落 上面一个卡子死死的卡在麦克风上 所以要么怎么说 这个麦克风特别适合经常要外出拍摄的博主呢 以上就是我在自拍的时候所使用的所有设备和一些经验的分享了 灯光啊在拍摄视频的时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了足够的亮度 即便是使用非常普通的相机呢 也可以拍出很好的效果 如果您的镜头光圈不大 或者是说拍出来的视频感觉噪点有点多 这些呢都是因为灯光的亮度不够所造成的 所以啊有一套好的灯光设备就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让您的视频提升一个高度 从灯光到麦克风不算相机镜头的话呢 这一整套设备总价不到800美金5000人民币的预算 您呢就能拍出我这样的视频效果了 可以说是目前我能找到的性价比很高的拍摄方案了 很适合小平米的空间来使用 希望大家的频道呢都能够蒸蒸日上 顺利开启您的创业计划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力 在这里呢分享我的摄影经历和一些设备的使用心得 提供有用的购买攻略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呀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的频道